西港国中等级以来的这次提供博图 并且做博图结合各种的利用 发展处理式的博图 这会让学生博图合的细节 对当中找的灵感、分工合作 办案六位科学家的模样 让人印象亲戚 借由很多的活动来 引起学生对阅读的动机跟兴趣 这一次办理科学家来了 这样的一个活动 主要是学校 长期也一直注重科学教育、科技教育 学生可以才能做办理每一位科学家 都是因为透过外头一本和一本的细节 甚至各种资料所经理出来的新科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简单 因为每年的11月10号是世界科学日 我们要表彰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 现在又很流行双阅读 想要让孩子知道科学家 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 那我们就找了六个比较知名的科学家 然后让孩子读文本 因为其实你去Google就可以找他的资讯 可是正确与否是需要资讯简合的评估 所以这里我们有做资讯简合评 在搭配文本的阅读 让他了解科学家不只是对生活有贡献 他的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挑战跟困难 那他们如何面对挑战跟困难 发掘问题然后改变世界 所以我们希望在孩子的生活里面 也可以建立他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每一家老师都会用不一样的外套主题去设计划等 我们提醒核心对外套的影响 并且鼓掌各种各种观 经透过提案大人豐富的生命故事 还是第一度完的观点来看世界 我们提醒核心对外套主题去设计划等 感谢核心对外套主题去设计划等 感谢核心对外套主题去设计划等